这两个月,德云社接二连三发生货事。 首先是德云社徒弟吴贺臣患病住院, 他的妻子张红毅在众筹平台随手发起了一个一百万的众筹。 张红毅还把众筹转发到微博上,希望更多的网友参与。 最后众筹到14.8万,张红毅公开表示,将用于吴贺臣的后续治疗。 这件事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议。 很多人因为德云社徒弟而参与众筹, 但后来却得知吴贺臣在北京有车诱发, 而他妻子的回应更是引起质疑。 房、车都不能卖。 除了吴贺臣一家人,受的网友批评之外, 德云社和郭德纲也被很多人辱卖。 一些网友认为, 郭德纲和德云社应该负责所有医疗费用。 后来,事实功夫于众, 德云社早已经进行过内部募针, 郭德纲也捐过一笔不菲的钱。 吴贺臣事件好不容易平息下来, 张云雷把地震编入乡声中调课的视频, 被一些媒体在5月12日报出, 迅速引起了热议。 张云雷冲击人民, 智报、紫光泽、 央视忙等一众权威媒体的电名批评。 看样子, 就像之前一些问题明星一样, 面临被全网封杀的可能性。 刚刚走红每两年的张云雷, 原本作为德云社新一代的佼佼者, 就面临演艺生涯可能终结的危险。 颜活得高业未能幸免, 他早就不幸运。